欢迎收看5月11号的财经Esperso 晚上好我是醒龙 格约美股走低加上新管令3.0扩大到全国 手机经济萎缩0.5%等利空浮现 马股的情绪进一步受到打击 科技股和消费股沦为重灾区 富士宗指最终收报1577.64点 全天下错了6.28点的汇率部分 马币受到手机经济数据拖累走低 兑换美元贬值到4.1160令吉 兑换新元同样下降到3.1052令吉的 接着我们有企业Black and Wayne的单元 内需持续改善加上外貌强劲 带动大马经济持续复苏 今年首季国内生产总值GDP 只是萎缩了0.5% 幅度远低于去年第四季的3.4% 也优于市场预期的萎缩0.9%到1.9%的 巡集全国落实新管令3.0对经济的影响 国航总裁诺山霞认为说 与新管令2.0一样 新管令3.0期间多数的经济领域都允许开业 那么相信整体冲击较轻 因此决定维持全年经济增长6%到7.5%的预测不变 另外针对性暂缓贷款公期措施将在下个月兼满 诺山霞不愿正面回应会否进一步延长 只是强调贷款全面停止付还并不是最佳的方案 贷款者应该个别和银行恰商最有效的对策 我们来换个焦点 亚通属下天地通亚通和数码网络恰商合并 早先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而如今亚通旗下的综合数字广告业务必榜 ADA再传来好消息 ADA将获得日本富豪孙正义的软银集团SBG 注资二亿5000万令吉 并放眼在未来五年里头扩大南亚和东南亚市场业务 注资之后ADA的估值将会提高到10亿7000万令吉 软银也会持有ADA的23.07%股权 亚通和日本驻有商市则是掌握其余的63.47%和13.46%的 询问这一次注资是否意味着为ADA上市铺路 亚通的首席出行员伊萨丁表示 该公司在这个阶段并不打算挂牌 毕竟ADA已经能够在不上市之下筹得资金 接着我们来看大众银行截至三月的首季业绩 大众首季营业额减少9% 降到50亿3031万令吉 尽管如此在非利息收入强劲增长17% 以及存贷款持续扩张之下 大众的净利还是增长了15% 提高到15亿2997万令吉 大众的创办人钟鸿彪表示 尽管经济挑战依然存在 但是大众的贷款和存款业务继续获得肯定 截至三月尾大众的贷款成长了4.8% 这主要得益于房贷车贷和中小企业融资继续增加 而同期存款也增长了2.9% 那么今天晚上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